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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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很小的时候 我跟爸爸去看神功器 那时真的很小 只知道一停电 就一定要回自己的箱位 我记得那天停电了几次 又再停电了 又再停电了 有一次停电了 一段长时间 在虎道门看电器 到处去买糖 都立刻坐在爸爸的箱位 不移动 看着人 通常停电的情况下 整个后台不是很多人说话 很安静的 只是说把电了 忽然间 那段时间 我看到 在我的左边 有一点光 藍藍绿绿的光 这样飞过 然后有一个老叔父 前辈 我都不记得是谁 因为很黑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然后忽然间大叫 哇 拿着芝麻绵 从我的左手边 跑到右手边 在一个汽箱 打了汽箱几下 之后 老叔父 就暈倒了 大家立刻就 喂 暈倒了 拿着药油 准备拿着药油的时候 桌子就亮灯了 看到叔父暈倒了 在箱的旁边 大家扶起他 塗药油 不停塗 塗了之后 叔父就起床了 然后人们就问他 你刚才干吗 他就说 我看到有个小孩 从这边 飞过来这边 就是这样 很多朋友都听过我说 真的很记忆 因为是我当时 做长洲的时候 发生的一件事 我记得 我去演戏的时候 我不是先拿房 因为他说没有房 那时不能拿着 那我就上了戏台 做完戏 已经11点多了 11点多的时候 我就回到 在码头那里 有些档塔 即是开通宵的 那我就拿锁匙 拿锁匙 拿锁匙就 教大我 这里怎么转弯 进去 哪个 看到D室 上二楼 看到D室就是你的 那我就上去 我还记得 那时是和医商一起上去的 两个人好好当当的 拿下四天的行李 上去 一上到二楼 怎么找都找不到D室 找到A B C E 怎么我都找不到D室 完全找不到 我看到那些消防门 什么门 都没有D室 很猛烦 很生气 拿回那些行李下去 我找不到D室 跟大姐说 大姐就 你找不到 我先给你第二间 因为很晚睡 吃完宵夜 很喜欢在旁边吃腸粉 吃了12点多 然后已经很累 随便 随便 拿了第二条锁匙 就不是在东堤那边 我本身住的那间是东堤 在附近 住了一晚 第二天 回去的时候 就不是同一个大姐 我就说 昨天那条锁匙还在 我先给你 为什么你找不到 我说 我真的找不到 完全看不到D室 我还跟医生一起 两个人四个眼 在那里 我想要十分钟 捉到门看 都没有D室 好 接着他就说 不是啦 有的 带了我去东堤那里 上了二楼 然后 楼梯 对正正的那间 就是D室 鸡腾那么大的D字 在正我前面 看着那一顿东西 我和医生 一句声都没有出 都是不住这间 这样 接着他就说 随便吧 随便吧 你住那天那间 就是昨晚那间 这个我再租给人 我们回头就走了 我们两个就觉得 可能 人家不想我们住 所以就 立刻走了 我自此 我都不敢住东堤 好害怕 就是这样 - - by bwd6